過完少不了Shopping行程 但有時跟團出遊 卻是被強迫帶去購物 不少民眾都曾踩到地雷 我去韓國每次都有去 彩妝然後寶乾跟人參 他就一整天排這三個一起 那一次的經驗不是很好 過了中午吃飯時間 硬拉你去Shopping 過去有人參團附驚嚇旅遊 電話被斷訊帶進小房間推銷 硬著頭皮刷卡 最後卻是買到假殘司 甚至有團客來台 被導遊逼迫購物 沒花錢就被丟包 只能自行搭火車返北 交通部預告 將修正觀光條例條文 未來若旅行社強迫旅客 進入或留置購物地點 將直接罰到五萬元 而旅遊文件沒有先揭露 事後兜售物品 還會再罰三萬元 還是會有一點點 嚇阻的效果吧 照正常的規定去走的 那不會有所謂的 領對導遊私下的一些協議 部分業者以低價團為幼兒 實際上安排行程 強迫購物一個點 都得停留兩小時以上 不買不能走 消費者甚至被限制 人身自由 類似事件 殘出不窮 國內外都可能發生 民眾出發前 最好先看清楚 選擇標明 無購物的行程 最保險 而夏天到了 不少人愛下海潛水 清涼又消暑 接下來修法業規定 水費潛水或自由潛水 需具備相關能力證明 尤其指導自由潛水 每人每次以四人為上限 多一位符合規定的助教 就可以增加為六人 未取教練證 又待民眾下水 最高恐面臨20萬元罰款 暑期出遊旺季 避免意外發生 除了業者要手法 民眾自己也得小心勝選 記者李晴晴承軒 台北報導